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燕子的车夫 燕子是春秋时期很有名的奇国宰相 有一天,他坐车恰好路过他的车夫家门口 车夫的妻子一眼看见自己的丈夫昂首挺胸坐在车子的滑盖下面 耀武扬威地挥舞着鞭子,一副神奇火线得意洋洋的嘴脸 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车夫回到家里,他的妻子说要跟他离婚 车夫很纳闷 我身为名相的车夫,随着宰相出入朝廷,驰骋六国 他为何要离我而去呢?连忙问妻子原因 妻子说,你看燕子,身高虽不满六尺 身为齐国的名相,在各诸侯国中得高望重 但他的态度多么谦逊,思想多么深沉 可你堂堂八尺男儿,不过是个赶车的罢了 却愁愁满志,洋洋自得 像你这样骄傲自大,将来会有什么出息呢? 这个车夫听了妻子的话,觉得很惭愧 满朝损,千寿意 这话大家都很熟悉,但付诸行动就不容易了